音樂大聯盟 音樂大聯盟 歡迎收看 音樂大聯盟 讓我們為你解決 生活大小事 聰明過生活 歡迎期間 一樣要提醒大家 請洗手戴口罩 做好自我的防護 好好守護自己 家人的健康 但是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惆悵 覺得 這歲月就悄悄地 被疫情偷走了五個月 今年怎麼這麼快 就來到秋天 真的 這時候想起一首歌 1 2 3 好了 可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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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首歌不僅唱出了秋天的意境 其實也唱出了我們人類 必須要注意的一個警訊 對 這首歌一唱 我就感覺到我的年齡 就是在這個階段 對 對 我昨天還特地上網查了一下 你們都愛上網查 對 我是剛剛他們說 薩金哥可不可以唱這首歌 才出來前面兩個字 聽我說 太厲害了 他已經按鈴了對不對 對 直接敲吧 那為什麼肌膚會催黃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換季的時候 隨著環境的溫度濕度的改變 我們幾乎的保護力 就會開始變得不穩定 開始發生脫皮 乾燥 沒有光澤的症狀 而所有的問題根源就是 對 水了 對 那就對了 就像孫悟空 孫悟空的皮膚一缺水 它就會癢 這就是傳說中的 皮再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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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肌膚乾癢的時候 就會發出十萬糊的 為什麼 皮卡丘 對 為了要避免皮再癢的狀態 預防勝於治療 今天的節目內容 就是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我們在季節轉換的時候 要怎麼樣來好好保養我們的肌膚 避免肌膚鬧情緒 保養上面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要請專家一一來告訴大家 當然如果對於今天的節目內容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上來 也許帶來我們的粉絲頁 我們會給大家更完整的健康資訊 還有就是 今天的優勝隊伍一樣 可以把精美好禮帶回家 好期待 首先來介紹兩對來賓 別跟我做對的 少慶哥 黃瑄 要贏你就對的 藍波老師 秀子萍 歡迎 介紹今天的醫師專家群 急診科醫師 張詩仁醫師 我們最帥氣的美妝大叔 寶寶老師 皮膚科醫師 黃玉雅醫師 先問問今天的來賓 是 在換季的時候 有沒有變成皮卡丘的經驗呢 不舒服 一定有 因為像我自己是異位性皮膚顏 只要一換季就開始整個乾癢 天啊 我比氣象台還準 它還沒有說要換季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感覺到 皮膚開始小小地脫屑 多那種白白的屑 然後還有就是在鼻頭附近 非常容易脫皮 而且遮不住的 遮不住 那個化妝遮不住 然後每次都要用膠帶 化妝師要拿膠帶貼在上面 對 用那個死皮 用把它撕起來 好痛 好可憐 我的是油性肌膚 比較容易長痘痘 就是一換季就是亂出油 長痘痘其實我們化妝就很難上妝 其實油就是乾的關係 對 因為它是要保護皮膚 它才會分泌油脂 對 既然我們今天專家都來到現場 我們要提問一下寶樂老師 我們要如何調整保養的方法 讓我們的肌膚 不會在換季的時候鬧脾氣 主要是因為 當天氣開始慢慢變乾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肌膚 沒有完整地去補充水分 那你知道一乾就會臉 一乾就會脫屑 一乾就會癢 我身邊有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他之前就是說 奇怪 我最近 每天都要去看皮膚科 他說我每天都在擦淚固醇 我說為什麼要擦淚固醇 他說因為我就覺得 我的皮膚在過敏 然後就是會紅紅一塊 然後我一直去抓它 後來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他忘記了 就是讓他的肌膚先吸飽水 補水 對 所以就會產生類似 假性過敏這樣子的問題 尤其是到換季 補水是最重要的 但是很多人覺得 我只要補水嗎 其實錯的 是 其實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 做好你的皮膚保濕 讓你皮膚達到一個 最穩定平衡的狀態 對 要留得住 對 要完整的保濕 不只補 還要鎖 還要鎖好它 好 馬上來進行我們今天的 百人名叫搶答題 當然跟我們剛剛討論的內容 一定是實習相關的 請問 哪些NG的保養 會讓你的肌膚 而在百人名叫中的 前五名有哪些呢 我覺得在紫外線的曝曬之下 因為現在紫外線非常地強 像我之前有一次 我覺得我還滿誇張的 我就是覺得 我穿了長袖長褲出門 我就想說那就可以不要擦防曬 結果我就舒服地擦防曬 結果我出門之後 那紫外線強大到 我穿長袖長褲出去回到家 我還是變黑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一定會 讓肌膚海救命 你們的答案是 太小看紫外線大俠的功力 是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恭喜登頓 謝謝 得到了10分 我們請到掌聲醫師 我們的皮膚 它為什麼曬了紫外線 曬了大眼之後會變黑 其實不是沒有道理的 它是一種在自我保護的基準 是 我們的皮膚最怕什麼受到傷害 其實就DNA 你的表皮細胞的DNA 如果受到影響 改變了 這個嚴重可能是會變皮膚癌的 對 所以皮膚天生就會保護自己 它 為了要保護我的DNA 我寧願讓自己黑一點 所以它叫黑色素細胞 多產生一些黑色素 黑色素可以吸收紫外線 它就不會再進一步 往內深入到DNA去 所以充分地防曬 防止你的皮膚受到傷害很重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三位醫生 就是像小時候我們就跟著父親 我們去海水浴場玩 小時候根本不會懂 而且在我們那個年代 不會覺得 不防曬 對 沒有防曬的概念 那時候我們根本沒有聽過 防曬油這件事情 對 但是回家玩了以後 回家就是 起水泡 對 已經下到起水泡 小時候我們常玩的時候 燙傷了 對 那燙傷了 那種狀況是怎麼樣 它是已經傷害到了肌膚嗎 還是說 剛剛醫生講的DNA 會被破壞什麼 會造成看到水泡的現象 它其實是表皮和真皮之間 它產生一個裂界 主要是因為在傷害過程中 我們的皮膚它會有很多的 大量的發炎細胞的釋出 發炎多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有一些細胞激素產生 你就會看到你形成的水泡 所以的確嚴重狀況的時候 應該要趕快做一些引流的處理 必要的話 我們應該要給一點口服的 應該說抗發炎的藥物 趕快做治療 不然其實它有可能會有 後續的細菌性感染的風險 嚴重一點可能就是 皮膚癌的產生了 對 以後真的要多多注意防曬 真的 請搶檔 完全忘記 親愛的 加油 雖然皮膚好像你每天都跟它接觸 可是我們常常會做一些 跟它不熟的事情 例如說 我之前去到歐洲旅遊的時候 就有人說我說 你幫我代購什麼什麼綁品 幫我代購什麼很有名 最頂級的那種綁品 可是回來之後我就想說 這麼有名 那我自己也來買一個用看看 擦了之後就發現說 雖然它很貴 很頂級 然後你看成分什麼很天然 但是它是歐洲人專用的 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不適合 所以黃先生的答案是 你曾幾乎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最高分 成一米 中心得到30分 太高了吧 來 我們請到保羅老師 最主要就是 你亂擦很多保養品 這件事情 皮膚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 其實我應該說早期 在保養的概念就叫你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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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疊擦 但是現在是告訴你要做一個 減法保養 就是有效率地去達到 你皮膚能夠吸收的狀況 我舉一個案例來講 就是我確實是有一個真實的 就是貴婦的藝人朋友 她的朋友送她一瓶 3萬塊的頂級組合 國外買回來的 真的3萬 大家都知道那個品牌很貴 那她說我擦兩次 我後來就不想擦了 我說為什麼 她說我擦完之後 開始會長一些悶痘 所以我覺得在所謂的 擦保養品這件事情 你先認識你的肌膚 是什麼樣的膚質 然後找到適合 你皮膚的保養品 讓它有效率地去吸收 然後有效率地去 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就是買對不買貴 找到適合你的保養品 才是真正地在你 不管是換季也好 或是任何季節 你的皮膚都能達到一個 最健康 而且不會產出一些 其他問題的最好狀況 好像是找老公一樣重要 適合自己 適合自己 適合自己的 好 請搶答 我都看到了 來 有沒有答案 我之前會 對 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 那個保濕水噴霧很流行 對 女生說 真的 各種 覺得很方便 隨時保水 對 她們就提倡說 隨時就可以噴 然後我想說化完妝 她又提倡說化完妝 噴了也有效 讓妝更可以定下來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噴了非常多 結果後來發現 其實它也會造成 這樣子 也不是 也不是眉毛不見 它是真的會有一點 讓皮膚過度多了水 其實會造成就是皮膚上 因為我又有帶妝 皮膚上又有過多的水 其實它吸收不進去 反而造成肌膚表面的負擔 我發現是這樣 慘痛的經歷 所以基本上就是噴太多 也不好 噴太少也不好 所以要適重 過度噴 對 就是讓肌膚狂喝水 這個當然有沒有上榜 有請 答對 答對 有請到黃醫師 礦泉水噴霧 其實在適量的狀況下是可以的 可是當然如果一天 真的是到四 五次以上 其實有些風險 它有可能會 水和水之間 他們有點像是好朋友 它大氣空氣裡面也有水 他們可能就手牽手 一起離開你的皮膚 拉到空氣裡面去了 去蒸發 對 尤其在比較乾燥的環境 像我們在冷氣房裡面 大概濕度只有 30到40左右的濕度的時候 你這時候狂噴 所謂的礦泉水噴霧 那就會更危險 但盡可能的話就是 你如果說要很注意的話 你除了說噴保濕礦泉水外 你一定要外面再加一層乳液 或者是說你要注意 你的空間的濕度 盡量把它控制在 55到65的中間 其實會滿建議大家 大家可以在家裡面 可能準備一個濕度劑 隨時注意監測一下 目前的空間濕度 是怎麼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你才知道怎麼樣 可能在比較乾燥的時候 你除了噴礦泉水 噴霧 那你就要同時再加上 乳液的一個保濕索水 才不會讓你的水分 揮發得更多 難怪我覺得我怎麼噴都不對 就是怎麼樣 坐飛機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皮膚很乾 對 坐飛機的時候我噴 然後越噴真的就覺得越乾 對 機槍的濕度大概就只有10%左右而已 所以其實在 我其實門診就有遇過 患者來到診間 他整個臉是真的就是 變成一片一片這樣 可以撕下來的樣子 你說他坐飛機沿路 就是敷面膜 他以為這樣子可以剛好 搭長程飛機之後 可以變很美麗 結果就是像魚鱗片 一片一片地掉下來 所以其實我們人 也真的不是像魚那樣子 可以每天泡在水上 那其實千萬不要做那樣的 那樣的處理 那樣的處理 因為我們就不像魚一樣 隨時在水裡面 水是會揮發掉 那時候拍八點檔 你知道 中間就是沒有時間保養 你就想說 可以睡一個一個小時 對 就敷個面膜這樣 結果一敷 睡著了 起來又黏住 然後撕下來以後 皮也 皮也爛爛爛 皮也掉了 真的 所以敷面膜真的不能超過15分鐘 真的 這樣我真的不懂了 我是 女生又說 我這樣一直補充 然後又說要鎖住 那我一直喝水呢 喝水也會有幫忙 喝水又是歷史補水 從體內補水 喝水就不一樣嗎 對 當然喝水的話 它是經由我們到 就是腸道吸收 加經由血液循環 血液循環在供應水分 到我們的皮膚上面 我們只要一天不喝 超過3000CC以上 其實在一般人 就算真的喝到3000CC 其實也不太會有很大的問題 除非說真的本身有一些 腎臟方面的功能 才有需要去擔心 水中毒的可能性 所以多喝水其實還是要 是好的 2800 太好了 壽星哥 壽星哥 我們 我們又 她嚇到了 對 我們又嚇到了 有一陣子她在流行 女生洗臉 上面有刷子那種是 臉皮 臉皮 我老婆買那個 我就覺得很好玩 我就把它拿來磨 然後我是從小 從出生到現在 我一直沒有保養過的人 對 然後我就把它拿起來 只磨這兩邊 這是脆弱的地方 只要在家 我就玩個四 五次 真的 一天 一天去角質四 五次 對 那是去角質嗎 那是去角質嗎 我老婆講的 那是去角質機 我就磨一磨 老婆就去 我就跟我老婆妳看 紅了 她皮膚真的會讓皮膚白裡透紅 是嗎 還是過你了 皮膚太麻了 我老婆說妳趕快去看醫生 我覺得還有藥 對 妳趕快先擦 擦了以後趕快去看醫生 妳說真的要看醫生嗎 就是因為妳刷的那個 刷子很好用 妳就變麵包超人了對不對 好 沒有 她後來出門的時候 她就發現說 今天怪怪的 她一直磨這兩顆 磨到有點紅 她出門的時候說是這樣 對 小薑 試燈 對 好慘 你根本就是把自己當菜刀 對 所以剛剛妳講 去角質 過度去角質 對 這個叫過度去角質 像紹欣哥這樣 把臉當建模的 有沒有上榜 恭喜答對 張醫師 妳適當地去角質OK 為什麼呢 我們皮膚在夏天的時候 它的代謝會比較旺盛 這個時候老舊的那個角質 會堆得比較厚一點 所以妳偶爾 大概一 兩禮拜去一次角質 還好 妳如果經常在去角質的話 皮膚容易變成所謂的 高度敏感性肌 等於就是把皮膚磨得太薄了 變得非常非常地敏感 對一些外在的一些刺激 就沒有抵抗力這樣子 最近食藥署的網頁 一些不正確的觀念 他們就會定時在上面說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不對 你要怎麼樣才是對的 最近辟謠專區 就出現一篇文章叫做 不要用鹽巴跟糖去去角質 做去角質的動作 這是錯的 很多人會覺得 好 我要去角質 什麼最粗呢 就是鹽巴 鹽巴拿來抹一抹 結果抹出那個敏感性肌膚 因為為什麼呢 鹽巴它的那個大小 顆粒是不一樣的 而且它有一些尖角 你把它放大來看 它其實有一些尖角 它其實像小小的刀子一樣 容易讓你的皮膚 產生一些傷口 所以你要正確地去角質 第一個 頻率之外 選擇正確的保養品很重要 也就是說含果酸類的 而且是經過認證的 那個對妳會比較安全 像我之前就是很喜歡研究一些 美妝的小東西 對 然後我第一次去角質 真的就是買那種有磨砂的 老師說磨砂 可是我自己沒有發現就是 那個磨砂第一次使用之後 那個皮膚真的會有鼓溜感 滑 超滑 很喜歡那種鼓溜的感覺 結果我就愛上了 我每天都 天啊 就像壽清哥一樣 愛上那個感覺 然後就天天使用 結果沒有想到 我每天使用之後 最後我的皮膚開始 就會出現一些紅斑 開始會過敏 擦保養品的時候 或者是接觸一些酸類 微酸類的保養品 就會有刺刺痛痛的感覺 才發現 我好像是那個 磨砂的去角質用太多 是 反而變成高度敏感肌 對 像這種 基本上在夏天 男生喜歡運動的人 基本上來說 最注重的人 有一陣子在講說 愛運動的男生 最在注重清潔 他就講說要清潔 然後我們經常基本上 從早上 下午 晚上 都會有在運動 都有訓練 然後有一陣子的商品 就是洗臉 洗臉的時候裡面有一些 小顆粒 現在好像是 柔豬 然後你就覺得說 好像真的很有用 那個擦的時候 你就特別 對 很深沉 感覺上有很多豬豬 在旋轉 它會進到你的毛孔裡 清得很乾淨 清得好乾淨 整個人就覺得 像木村破災 好 黃光混淆 好舒服 洗完之後就發現 好特別地舒服 然後就會發現 你運動完也洗 然後沒有運動也洗 所以大概一天 會洗到五 六次 天啊 天氣熱就會一直洗 因為天氣熱會排汗 然後人家講說 你要清潔 我們就一定要說要清潔 就後來發現到了 過了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整個臉開始乾 然後浮腫 浮腫 開始有點過分 可能是因為 後來發現是人家說 後來去給醫生看的時候 發現說它是 因為你太經常洗 然後加上在那樣的搓揉之後 讓你的皮膚變得很乾燥 反而很過敏 就像十萬福特一樣 很刺激 所以整個臉都感覺 有點浮腫的感覺 結果變成我後來發現說 其實後來洗臉也 為了乾淨也不能一直洗 對 真的不能過量 過於不及都不好 是的 來 兩位男士 怎樣 你們兩個到現在 還沒有按過一個臉 不然我們讓兩個男士PK好了 我們兩個廁所 廁所 不然他們永遠按不到 差不多 怎麼辦 沒按到0有什麼關係 我們有達到答案就好了 對 你要先按到0才會達到答案 對 所以你剛剛不是按了嗎 對 所以現在 沒有 現在就兩個女生不按 好不好 兩個男生來 請聽我說 幹嘛 我試一下 好大人 是 沒按到肯定是自己的問題 真的嗎 請讀我的唇 我請 我腿都軟了 請搶答案 少卿哥就趁你腿軟的時候 就按下去了 真的不浪費 可是少卿哥 有答案嗎 還去哪裡求助我 我相信 我相信 黃小姐妳在嗎 我在 隔壁有人在嗎 但現在那個 熟悉的好像都已經回答出來了 對 最後一個答案了 剛出社會的時候 就是會把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是 因為那時候畢業的時候 把第一次賺到的薪水 拿去買了一整套的保養品 就是那種 五個 六個 然後放在那裡覺得 好有儀式感 我可以 愛好好的愛自己 好好的愛自己 青春期以後的夢想清淡之一 對 第一個就是買了一大堆保養品 然後就是第一個步驟化妝水 第二個什麼精華霜 然後有個美的 然後什麼妝潛露 大概就五 六罐 但是就常會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那些保養品的 莫術都不一樣 有大有的效 所以我可能 我的步驟 一一用完了 我的步驟三還剩一堆 然後就變成說 我自己又是那種比較 乾性的皮膚 所以我那時候 我還記得我乳霜剩很多 化妝水剩比較少 然後我就直接擦乳霜 我就沒有再擦化妝水跟什麼 妝潛乳 精華霜 妳沒有這種水 沒有 然後就直接擦乳霜 就很隨心所欲 對 就是想擦什麼就擦什麼 然後有時候是忘記 那時候還想 覺得自己應該都有 記起來那個作用 但是後來就是 可能就是忘記了 忙什麼的 就隨便抓了就來擦 就是很隨便地在擦 然後沒有照那個步驟來 我覺得這好像也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然後就皮膚擦了之後 就油油膩膩 然後上面就浮一層 好的 保養到 保養FreeStyle 這個答案會是我們今天 最後一個答案嗎 來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請到 潘醫師 像她遇到這樣的狀況 她手上只有 小部分的化妝水 比較多的乳霜 你其實可以分部位來做保養 你可以選擇你的T字部位 用比較清爽的化妝水 你的兩頰比較乾的地方 你用乳霜來做處理 這是一種方式 我其實也想分享一個案例 其實是我的一個 算是朋友 也是我的患者 只要有新的專櫃 專櫃保養品 他一定都是會收購這樣子 然後很認真地在做他自己的保養 不過他剛好不巧 又是一個很米若性的肌膚 化妝水 面膜 去角質 對米若性肌膚都算是一個 比較大的刺激影響 他就說 他有聽話 沒有用 結果有一天他又說 我又臉爆炸了 我說怎麼回事 他做一件事情 他是24小時都擦防曬 他說 不是隨時要擦防曬 他又露了一間 他想說他有自己的新觀念 想說這真的是很自由 他不是只有白天擦防曬 他想說晚上會不會有一些燈光 他也擦防曬 而且每一次防曬他 一個階段 他要再換上新的防曬的時候 他又再一次卸妝 卸妝本身對皮膚是算是一個 非常大的刺激 大家一定要盡可能 就是在裡面有真的上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 妝粉的狀況下的話 其實只是單純的一個防曬 其實卸妝的程序 其實是可以稍微 就是不用做到這麼地徹底 才不會對皮膚造成很大的影響 好的 我們百人名調的答案都出來了 這些NG的保養方式 大家不要再犯了 免得肌膚在換季的時候 化妝命 現場現在要開放一個 免掛號 開放一位好不好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我真的從小到大都沒有用過保養品 也沒有做過保養 我只是有一項 我自己認為的保養是 我不管什麼樣子的天氣 一年四季我都用溫水洗臉 早上起來或晚上我都用溫水洗臉 而且我也不是用擦的擦乾 是 這個也是從小到大 我都是用這樣子擦乾 壓乾 按壓 這樣就很Man嗎 對 我覺得 這樣就很Man嗎 對 這是我媽給我的觀念 沒有 皮膚本來就是要輕柔地對待 包括身上我都是這樣子 真的 對 這一點是真的 很輕鬆 可是我就覺得還是會有差 所以我就只用保養水洗臉 但是用時間用長了以後我就發現 好像沒有效 好像還是不夠 化妝水 對 我就好像不太OK 請問這個是怎麼回血 這樣子的保養方式是OK的嗎 我們請問保羅老師 少青哥的保養方式應該說 對 因為我們洗完臉 做完清潔之後 那個時候我們洗臉的時候 因為洗面乳 一定有一些介面活性劑 它會把我們臉上的油脂 髒物都一併帶走 這時候其實我們臉上 是最需要水分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 擦上化妝水是對的 但是少青哥說 我只用化妝水 那這個就是不太對 原因是因為 就是我們把水分 就是灌進去到我們皮膚裡面之後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還是處在一個 非常非常乾的環境底下 你那個水分 沒有鎖在你的皮膚裡面 它又會再跑出去 你只擦化妝水 覺得不夠 所以它後續 一定要再多一道簡單的程序 看個人的膚質 乳液或者是乳霜 當然它有其他不同功能 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再擦薄薄的一層 讓它把這一些成分跟水分 鎖在皮膚裡面 有水平衡才是一個真正的 讓你的皮膚維持健康的關鍵 我們來跟少青哥分享一下 你們的保養方式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瓶瓶罐罐 雖然對皮膚的幫助很大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跟我一樣 第一個冷 第二個可能用久了就忘記了 然後還有就是末數明明完了 對 就乾脆用 我現在其實還滿喜歡用 我覺得就很方便 我不用再去記 那子婷呢 我現在就是一樣 我沒有到O in 1 但是我會分很多 因為我可能是比較容易長痘痘 所以我會擦一些粉刺水 或者是什麼的 先這樣子做 然後通常我晚上的時候 會加一點點乳霜狀 或者是油狀的去按摩 拉皮膚 對 以往來講保養的話 真的除非流汗流很多 不然都用清水拍一拍 然後不然的話 現在這幾年的話 因為真的太熱了 我現在採取一種 對 因為我老婆會敷臉 她用了一次之後 第二次換我 就要一次保養 好環保 好 是的 來 保老師 他們這樣子的保養方式是OK的嗎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正確的 就是保養的順序 那我們分為就是 白天保養跟晚上保養 對 首先白天保養 第一個 當然清潔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把你的臉 就是洗乾淨 那清潔完之後 就是要上化妝水 化妝水其實它有兩個功能 它是先補充你的水分 然後軟化你的角質 再來化妝水之後 我們擦 就是精華液 對 精華液就是小分質的一些 有效成分 所以精華液會分很多 有抗皺的 美白的 當然看你的需求 另外在結束之後 我們一定要再做一個乳霜 就是可能有日霜 或者是你習慣的這些乳霜 再把它封存在你的皮膚裡 最後白天最重要的 還是剛剛講的防曬 就是你防曬做得好 其實你的肌膚老化的 這些問題根源就會被減少 晚上一樣擦個化妝水 就是你清潔完之後 擦化妝水 然後一樣再精華液 然後一樣再擦一個 就是乳霜 可能是晚霜 這個時候其實我認為 晚上不管你做美白或做修復 最適合的 因為你要睡覺了 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肌膚也在修復 所以它需要養分 所以老化是可以對抗它 是可以延緩它的 你只要做了正確的保養步驟 你就可以讓你的肌膚一直維持年輕 我覺得老師講得很有道理 少卿哥 可是你看少卿哥 你看少卿哥 不累了 算沒事 少卿哥 一點的保養方式好不好 我覺得不是因為錄影類 我是因為聽到老師講完 我就累了 少卿哥 你不要擔心 我有一個簡單一點的方式 我簡單的 簡單的 你可以跟你學弟要走艙艙路線 簡單的 其實像我自己剛才有講到說 以前也喜歡買一罐一罐一整套 對 然後第一個 比較貴 第二個 比較麻煩 我不知道佳綺 抖宅睡覺前會不會 纏著你 要你講故事 會 會 還要唱歌呢 對 唱歌講故事 一整套 所以以前保養的時間 後來都變成講故事給小孩聽 就根本沒有空去做保養 所以我後來 真的很推O in one就是這樣 它方便 簡單 然後價格也比較划算一點 我也想知道 我也要換算下來 我這一集 我女兒要認真聽 真的要認真聽 我覺得所有要保養人都要認真聽 然後像 你知道女生 我們在棚內就很常聊八卦 對 然後不是聊男人 就是聊保養品 化妝品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說 大家最近都用O in one 那你用什麼O in one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化妝姐姐 她就說她還滿推這一罐 很神奇的保養品 然後她那時候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正在準備放飯 沒想到我們工作人員 好幾個經過說 我也用這一罐 然後藝人經過說 我也用這一罐 這很厲害的一個O in one 我今天有帶現場跟大家分享 來 請 好 好 這是它 其實那時候 我一開始打開來開的時候 我想說 這個不就是一般 乳霜劑型的O in one嗎 它特別在哪裡 有什麼特別 它厲害在於它叫做 為什麼 我聽到好像滿滿的水 大家可以先拿一點 然後在手臂上試試看 這個男生來使用 也可以 我們一起把它 而且我第一次用到它的時候 我是主持完兩天的風箏節 我被太陽曬了兩天 我皮膚超乾咳的 用在身上很有感覺 他把它擦出來 要怎樣 用力地把它 沒有 你就這樣把它抹開 按摩 抹開 它精華液就會跑出來 它噴水 對 抹開 它是把化妝水跟精華液 跟乳液 跟乳霜 全部都結粉在一起 有沒有 精華液就出來了 真的 它就變成水狀了 按摩 按摩之後都是水 按摩 按摩之後 它就變水狀出來了 超漂亮 滿滿的水 對 我記得我那兩天的時候 皮膚很黑 很粗 很乾 然後就會覺得 這個怎麼一擦上去 就滿滿的水分 就 我這個水 跑出來 真的 你只要在你的皮膚上面 在按摩 它就會把它的劑型 從乳霜狀變成水狀 可是水 擦起來 以後教練說我沒有練 我就擦這個 我滿身汗 滿身汗 太誇張了吧 真的 你看我這邊水珠還留下來 太誇張的水 好誇張 水珠都留下來了 它真的就像步步一樣 這是精華液 原來不覺得水分 就這樣子流下來 原來 它還不是一個 還是一個乳霜 但是你把它抹開來之後 在皮膚它很好吃 小心 小心 真的 小心 真的像步步一樣 很有力 對 幫你抹 幫你抹 因為我們眷村窮孩子 然後就怕浪費 你不要浪費 對 其實你抹在手上感覺也很好 有眼哭泣這樣抹一抹就好了 很快就吸收了 然後一點都不會油膩 不會油膩 而且皮膚擦上去之後是水潤的 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它是化妝水 精華液 乳液 乳霜 全部O-1 它是所有的精神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這麼強大 它裡面有一個很厲害 叫做 破壁轉換 寶老師 我們聽得非常清楚 但是宋貝貝一臉問號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宋貝貝更加明白 然後婆婆媽媽們也很清楚 這樣子 好 我就簡單做一個實驗 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 分子破壁轉換科技 它為什麼可以讓這個保養品 快速滲透到你皮膚 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寶老師 這邊有兩塊海綿 其實我們的皮膚 在沒有水分的時候 就是這樣乾乾扁扁的 對 我請黃先生妳幫我做 這個是一般的 就是傳統乳霜 這個是瀑布霜 它有分子破壁轉換科技 我們做同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把它 就是模擬在這個 所謂的就是 海綿上面 我們輕輕地去把它做一個按壓 這個破壁轉換科技 就會把保養品裡面的這個 水分 精華液分子去滲透出來 對 因為有水分的滲透 所以它會膨滿起來 真的 真的 因為有這樣子的破壁轉換科技 它就讓這個保養成分 不斷地滲入皮膚 我真的是比較沒有傷害 我把它拿過來這裡給大家看 太多了 真的 空彈 你就會發現說你的皮膚就會這樣子 就是乖乖的 乖乖的 這就是科技厲害的地方 對 就讓你真正地滲透吸收 然後讓你的皮膚保持膨滿 減少皺紋 寶老師 我們在保養皮膚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手勢 手法上面的問題要注意的 OK 我就在黃先生的臉上示範好不好 教大家一個簡單的方式 皮膚狀況很好 真的很棒 我有任量用布布霜 真的 謝謝 好 複子好好 我把它卸掉 卸掉之後 我們先講一個NG的 所謂的就是 就是你擦保養品的方式 很多人就習慣 聽到黑白褲 就是一直擦一擦 對 剛剛掃到阿伯 阿伯不可以這樣嗎 阿伯 阿伯 拉到臉都這樣 等一下 對 所以不要拉扯 因為你一拉扯你的皮膚 就會因為你的拉扯產出紋路 真的 對 其實很簡單 四個口訣好不好 好 點拍彈斧 點就是把保養品點在你的皮膚上面 點 然後輕輕地稍微拍一下 輕拍 輕拍一下 對 輕拍一下 對 輕拍 水分已經出來了 然後你在拍的時候其實一邊就在 按摩 就是在按摩 對 對 然後在最後就是輕輕地斧 記得一定要往上斧 為什麼呢 各位你知道嗎 你的皮膚臉上的紋路 就是你的皮膚是往上走的 所以你不要把它往下拉 那你每天都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就比較容易去對抗地心引力 再加上這個分子破壁 轉換科技的瀑布霜 它就一直幫你的皮膚 補了很多碎 就是像皮膚就像瀑布一樣 20小時幾乎補 就是補出那個水分 對 就是天然地會發光 因為皮膚夠保濕 真的 你平平有美容師執照對不對 對 看到這麼厲害 這麼有科技的產品 我都會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成分 我一開始會選它all in one 除了它是程序上的all in one 它的成分也是all in one 我做了很多的功課 它很多的成分 但是其中有三個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它是法國頂級的保濕成分 它有軟毛松枣 然後還有第二個 來自南非的復活草的萃取 還有我們台灣自己雙專利的 羊結梗的萃取 很奇妙 對 我說親愛的Paul 是 真的 很奇妙 它帶回去了嗎 對 這個一天要擦幾次 其實就是 寶老師剛剛黃瑄講到這三大成分 它對肌膚有什麼好處 好 那我就是快速解釋一下 其實保濕的成分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這一罐瀑布霜裡面 剛剛講第一個就是軟毛松枣 它是來自於法國布列塔海泥 就是這個海岸裡面 它所產出一種特殊的藻類 它非常珍貴因為它 它一年只有24天的產收期 它對肌膚就是快速地保水 它是被譽為 人類心目中最理想的保濕成分 另外有一個南非復活草 它是鎖水的 我們剛剛講就是 鎖水 鎖水很重要 對 它很厲害 就是如果這個植物它變成一隻枯枝 它下雨了 它遇到水分 六個小時會長出綠葉 六個小時 真是真實的 就是很厲害 所以它要把這個水分強力 鎖在它的那個心裡面 它外面雖然枯了 它裡面的心還是有水分的 另外一種形態的東蟲夏草 對 類似 被變 另外一個很厲害的是 我們台灣自己的成分 是台灣自己萃取的 它是從羊結梗這個花裡面 去萃取出來的 它這個成分有兩個專利 而且它在國際上已經變成是一個 大家通用的成分 就是皮膚科協會的認證 那麼這些成分加起來就是 達到可以保濕 可以抗皺 可以鎖水 可以幫你的肌膚 達到最穩定的狀況 謝謝寶寶老師的解說 太棒了 太棒了 也謝謝黃軒 好物分享 謝謝 這個階段要恭喜 要贏你就對得到了30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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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給我做得得70分 太強了 太強了 你們可以投進三顆球 好 好 離我們今天精美好理很近 很近 你們只有一顆 強運 強運 我們就看這一顆了 祝福你們 同時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對今天節目內容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上一學大聯盟粉絲頁 我們會提供給大家 更完整的健康資訊 好 接下來進行的是 是非搶答題 這個部分 答題一定要精準 答錯直接送分給對方 好 緊張了 就對了 來 請問 皺紋也有分真假 可以透過表情來分辨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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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真的嗎 完全對有 對 宋伯伯 你覺得呢 我怎麼知道呢 您的皺紋比較多一點點 應該可以知道有沒有真假 我的皺紋比較多 是因為我的年紀到了 皺紋的真假透過表情 可是表情就是笑跟哭 大概是怎樣 我覺得有 有 有 有什麼假皺紋的用法 所以他們的答案是 yes 這個答案是 恭喜答對 真的 真的 我們自己有點心虛 我們請到保羅老師 其實皺紋分為 動態紋就是你的皮膚在動的時候 它一定會透過我們表情的 就是拉扯會產出一些紋路 那靜態紋就是說 你長期做同一個動作 或者是像剛剛的那個實驗裡面 你的皮膚長期處於一種 非常乾的狀況之下 那會產出你皮膚底層的 這個膠原彈力的這些因子 這些成分全部都斷裂之後 它就會變成皺紋 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皮膚一直都做很好的 那個水分 那你的皮膚會這樣整個撐起來 那如果你今天 你的補水做得不夠好 當它一直往下線的時候 往下線的時候 皺紋就出現了 對 對 所以千萬記得 就是當你要對抗皺紋的時候 第一個步驟就是讓你的肌膚 一直維持水潤膨彈的狀況 它的細紋就會減少產生 對 好的 簡單地說 當你發現臉上有甲心皺紋的時候 你可能透過保養急救 它還可以回復 但是如果你不趕快保養急救的話 就會弄假成真了 對 下一題繼續來搶分了 口罩能夠抵擋病毒傳播 但會增加皮膚的危機 yes or no 請搶到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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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妳搶分了 妳搶分了 我自己是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口罩戴久了之後 很容易講悶痘 還有分子 所以應該是對 就是 她就是很悶 對 有切身的經驗 她們答案是yes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好 恭喜 來 黃醫師 的確戴口罩是會造成一些 皮膚上面的危機 我們口罩 的確它大概有分成三層 靠近我們皮膚的那一層 是所謂的輕膚層 中間有一層不織布 外層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防水隔離層 我們其實正常佩戴的話 其實也是會容易有一些狀況 其實雖然它是一個輕膚層 在我們的皮膚上面 可是其實悶住的一個狀況底下 其實我們皮膚局部的溫度 升高的時候 皮膚的出油量會增加 其實大家可以有一個概念 其實是皮膚大概 我們溫度每升高一度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相對出油的狀態 其實就會多10% 比較出油的狀態當中 其實我們毛囊就有可能 因為出油的關係 有一些油脂的一些堵塞 那就容易造成青春痘的增加 萬一口罩又沒有即時更換的話 其實在一個悶熱的環境下 不只是坐窗感菌 常見的金黃色葡萄球菌 都有可能在口罩的內層 會慢慢地增加出來 那時候嚴重起來了 可能就不只是它的青春痘 其實有一些細菌性的毛囊炎 有可能因為這樣子而被誘發出來 尤其在我們口罩戴的內側 其實都會很容易會摩擦到 鼻子的這個位置 大家也要很注意 像是鼻子的地方 如果長了青春痘 其實它跟腦部的循環 是有在連通在一起的 如果誘發的 剛好又是鼻子上面 一個比較大的釘窗的話 其實它是滿有一些 腦膜炎的風險性在 所以其實這滿多東西 其實都應該要注意 要小心 所以的確會建議大家 其實戴口罩 我們還是應該要佩戴 可是在家裡面 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狀態底下的話 也許你還是要讓自己 偶爾透透氣 而且一定要經常更換 好的 謝謝黃醫師 也恭喜你們答對了 好厲害 下一題 洗完臉後 可以等自然風乾 再做後續的保養動作 Yes or No 請搶到 Yes 終於搶到了 終於搶到了 自然風乾 自然風乾 我覺得不行 可以 因為自然風乾很像會 造成水分留在上面 應該會蒸發 然後會傷害皮膚 而且剛才醫生洗手講到說 區域性不一樣 所以乾濕度的狀態不一樣 如果說你今天 像我們有時候去韓國旅遊的時候 他住的地方很乾冷 對 你發現那邊臉都裂了 我跟你講 真的會 等到乾的時候你就提到 我們變文在那裡 妳今天就是 我不清楚是累還是冰 對 所以我覺得 對 這個 是不對的 對 所以他們的答案是No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好 恭喜答對 保羅老師 其實正確的方式 不是說等它自然風乾 有時候這樣子反而讓你皮膚水分 被帶走得更快 所以用你自己的乾淨毛巾 輕輕地 按壓 就是把它這樣子按壓 就是把這些水分 讓毛巾吸附走之後 再完成剛剛我們講的 擦點化妝水 之後再擦一點乳液 讓你的肌膚達到 最完整的狀態 對 所以不要讓它自然風乾 把它 就是用毛巾把它壓乾 輕輕壓乾 這點宋貝貝有做到 有 輕輕的 他連全身在 你慢慢地就好了 很好 對 這一部分 藍波老師 對 您還好嗎 我一直懷疑 你記得你以前來我們節目 都說你自己是按鈴老師 對 你今天那個鈴都沒有按到 但是今天很槓規 叫槓鈴老師 槓鈴老師 是槓規 最後一個機會了 希望你好好把握 老師加油 是的 OK 來 請問 臉部毛孔會變大 主要的元凶是肌膚出油 好嗎 是嗎 請搶答 你終於搶答 終於搶答 有 有沒有答案 我覺得毛孔變大 原因是我覺得是清潔不乾淨 清潔不乾淨 很多髒東西塞在裡面 塞在那邊 對 才造成它那個 越來越大 貓星空越來越大 我的想法是這樣 好 我們的答案是 大妹 No 錯 他們的答案是 No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是不是 出來了 YES 真的嗎 恭喜別跟我做對 得分 張醫師 毛孔會變大 大概就兩個原因 第一個 第一個 油脂的過度分泌 第二個 大部分還是因為油脂分泌太多 我們的毛孔其實就是 你的皮膚油出來的地方 是 你分泌太多 你又洗不乾淨的話 就很容易阻塞在那個地方 它又加上一些灰塵 一些髒東西 就自然一然就把它撐大了 這樣子 我曾經遇過一個很不愛洗臉的病人 他真的 臉很油 可是就是不洗 洗到後來也知道怎麼樣 他後來變成 脂漏性皮膚炎 天啊 為什麼呢 因為 脂漏性皮膚炎就是說 你的臉太油 長了一種東西叫做 皮脊牙包菌不是細菌 它是一種黴菌 它有一個外號叫做 它專門長在那些 油脂分泌很旺盛 油性膚質的人的毛孔附近 它靠著油脂在大量地生長 一般人大概90% 我們的臉上會有一些 皮脊牙包菌 這種黴菌它其實是一般來說 是可以跟你和平共處的 可是在脂漏性皮膚炎 就長了很多很多 造成一些脫穴 一些發炎這樣子 所以最後還是要靠 抗黴菌藥物的那個藥膏來治療 送一杯請說 所以就臉 頭這種皮膚連在一起 所以皮脊牙包菌 所以那個 頭皮脊也有 頭皮脊也有 就是頭上的頭皮脊 對 怎麼了 怎麼了 是不是 不是 然後算大 半百十年了 就是五年了 從算知道那個叫 披屑鴨包菌 好 好 沒關係 要恭喜你們 是 得到三題的分數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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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抽三顆 抽三顆 來 對 說好 說好 你們這一顆 強運 我們就靠這兩個了 四顆的球速差 不是 今天要選這兩個 好 老師 也是有可能 幸運 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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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至名歸 好 我們也就是靠最後耍個健裝 哪有 對 關鍵的一拳 能不能夠讓肌膚保持水潤Q彈 關鍵就在於保養 今天節目當中 有很多的分享跟討論 希望大家都有學會 如何在換季的時候 聰明保養 讓我們的皮膚都能夠安穩地 度過季節轉換的過渡期 當然還有更多健康美麗的資訊 要跟大家在節目當中分享 一定要持續鎖定我們的 醫學大聯盟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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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